這個是你 夏天喜歡跟陽光玩遊戲 這個是太陽 距離你一億五千萬公里 但是它的光走得很快 用百分二十秒就可以照到你的皮膚上面 當身體吸收了這些陽光 加上脂肪就可以轉化成維他命D 維他命D會變成可爾蒙 刺激小腸吸收鈣質 強化你的骨骼和牙齒 還可以預防骨質疏鬆和維持肌耐力 但是我們每天曬15分鐘 已經吸收到足夠的維他命D 曬太多 身體就會停止轉化維他命D 就會傷害皮膚 因為陽光是輻射的一種 有機會造成基因突變 陽光光泡中的紫外線和紅外線 對我們的皮膚影響最大 紫外線分成ABC三種 紫外線C被囚養層左隔 不會到達地球的表面 其餘九成的紫外線 就可以穿搖雲層曬到你身上 紫外線A的穿透力最強 會導致皮膚曬黑、老化、甚至患癌 紫外線B會令皮膚曬傷和紅腫 嚴重的話 還會起水泡和脫皮 而紅外線就會令皮膚老化 還會抑制身體的修復機能 令紫外線B造成的曬傷難得好 你以為站在陰影之下便避到嗎? 遮陰最多只可以阻隔一半的紫外線 就算你躲入水底的九米深 一樣接收到七成的紫外線 陽光還會從其他的表面 反射到你的身上 例如海浪就反射到三成的陽光 草地最少 只會反射3%的陽光 很想接觸陽光 又不想曬傷的話 首先你要避免在早上10點 至下午2點續行戶外活動 因為全日接近一半的紫外線 都在這段時間發出 其次你要塗防曬 防曬產品要防止紫外線AB 還要防曬紅外線 戴帽和戴太陽眼鏡 穿適當的衣服都可以保護你 無論衣物有沒有標明防曬度 都可以阻隔一定程度的陽光 深色和值得較密的布料 防曬效果就會更加理想 濕了的衣服 防曬到就會大打折扣 例如一件濕了的白T-shirt 會容許95%的陽光經過 多汗的人進行戶外活動 最好戴多一件衣服替換 除了曬黑、曬傷之外 有些人做到陽光敏感 部分化妝品香料和藥物成分 會導致光敏性皮炎 陽光晚烈的日子 最好健健康看才去戶外玩 同時避免塗上氣味刺激的化學物質 這樣就沒那麼容易曬洞了